音乐 宁教授 我们 怎么了 你们俩在那儿傻站着干什么 我们刚把这周的病历报告 送去主任办公室 怎么了 没什么 不是说好一起去图书馆吗 我给学校打过电话了 说现在就过去 好 出去等 好 这个是今晚病人的处方 你们今晚值班的时候 留意一下这个病人的状态 你刚才看见了吗 你刚才看见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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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医生怎么能这样 他明明知道宁教授有女朋友呢 我早就听说书医生喜欢咱们教授 其实从他每天缠着教授做客题 我就觉得不对劲 他怎么能这样 要不是咱进来的早 那不就亲上了 小点声 我要不要给你接个喇叭来 你说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师母啊 你缺心眼啊 这事你告诉他 还不是让他俩分手吗 那可是 没有可是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师母知道 不让我知道什么 我 师母 你怎么来了 对 你们俩说什么呢 什么不让我知道 是另外一个师母 是我们大学导师的老婆 对吧 林 对对 是 刘教授的老婆 对对对 不是宁教授 刘教授的老婆 刘教授想给师母办一个生日惊喜 让我们都去 但是绝对不能让师母知道这件事 那你们刘教授还挺浪漫 挺浪漫的 挺浪漫的 宁教授呢 舒大夫跟宁教授刚走 你没碰到他们呀 他们去哪儿了 图书馆 现在估计应该在停车场 你要追下来得及 你干嘛呀 你真傻假傻呀 你现在告诉他 万一他撞见舒大夫 再做点什么怎么办 人已经走了 之前不是说好去你家吗 怎么去学校图书馆了 你们家书房 岂不是更适合交谈 图书馆的文献比较多 而且比较方便 还有我们家猫帕生 我看不是你们家猫帕生吧 等等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来 这 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 咱俩的关系 难道都不能送你一份礼物吗 那谢谢了 等等 你忙都没有时间换领带了 我不着急 你看你们男人 就是那么不讲究 一会儿到学校 要是碰见熟人了怎么办 来 我给你换上吧 我来我来 我自己来就好 我自己来 你给我还这么见爱啊 凌薇姐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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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你别误会 你别误会 放开我 丁丁 你真的别误会 我只是在帮她换下领带 她领带都脏了好几天了 所以才帮她换个新的 你自己不会换吗 我 她没时间换 那也用不着你给她换 看你太累了 只是帮你按摩一下 不用了 我去透透气 你 哥们儿 你帮我查个人 她叫沐一旬 对 最好能扒出她在出道之前 在那个什么 国际漫画奖上 是不是真的获无奖 那个奖在日本 咱们国内啊 这边信息很少 对 好嘞 谢了啊 回头请你吃饭 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你看 地址放我 我找人把这个发田人找出来 好 兄弟们 帮我把这个发田人给找出来 风哥重谢 你朋友真的能找到 放心好吧 这个狐狸尾巴 要被咱们给揪出来了 来 你去什么 我才不去呢 老规矩 是 他懂见你的不 快去 快 他 宁教授 你还不下班啊 你们既然是来医院实习的 那么首要的任务 是多进修学习 和多精进自己的医术 别一到点就想着下班 我跟舒大夫在做的这个课题 跟的这个病例 你们两个全程做我们的助手 有意见吗 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宁教授 不 墨水洒了 我不是故意的 宁教授 对不起 出去 喂 你最近压力太大了 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了 我没事 一会儿下班之后 一起去吃个饭 就当放松一下吧 不了 最近你也挺辛苦的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想你了 我也想你 最近怎么样 治疗还顺利吗 还在努力 你呢 我挺好的 你现在回家了吗 哎 再诊事看资料 你忙吗 可以陪我说说话吗 不吗 可以陪你聊十块钱的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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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你呢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